大家好 今天和乔米分享的话题是 杜丰重新洗牌 中国蓝蓝两场大胜 却就是三大水火 恐再也污染国家队 今天和乔米们一起来聊一聊 中国蓝蓝的相关消息 周所周知 在刚刚结束的 蓝蓝世界杯运行赛上面 中国蓝蓝不负众望 以两场寒暂淋淋的大胜 回报了众多球迷的支持 那么现在的中国蓝蓝 已经迎来了重新洗牌 杜丰知道 重新征兆了 赵瑞 郭艾伦等大牌球员归队 也给中国蓝蓝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特别是郭艾伦在本次视频 本次试入赛上面表现非常的优秀 而且还受到了国际蓝蓝的 定名表扬 国际蓝蓝称郭艾伦为超级明星后卫 可以看出郭艾伦在整个亚洲赛场 拥有非常高的人气 当然这也是郭艾伦 强大实力做支撑 那么另外赵瑞的回归 也给中国蓝蓝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现在的赵瑞已经迎来了全民的蜕变 成长为了中国蓝蓝后卫性上面的功成八载的尽头人物 那么在参加完两场对阵日本队的四日赛之后 国际蓝蓝在比赛结束之后 也是宣布了中国蓝蓝接下来四日赛的征程 那么在明年的欧瑞芬 中国蓝蓝将会迎战澳大利亚 这才是中国蓝蓝的终极考验 中所自在 澳大利亚这支球队中拥有多名N别的球员 整体实力不容小觑 那么通过中国蓝蓝对阵日本队的两场大胜 收获了很多的惊喜 那么同时也暴露出了球队的一些问题 揪去了球队中表现比较差的三大水货 那么首信新加队的麒麟 连续多次入行国家队 但是都没进入最终的大名单 给他去的理由是因为伤病的软硬 那么很多球连认为 这个麒麟在后面对着澳大利亚的比赛中 可能会污染国家队 因为性质 风性位置实际上随着张振宁的横空趋势 再加上老将周鹏 还有四号位的胡金秋 实际上风性球员还是比较的充足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麒麟的曲径也是岌岌可危 那么另外就是新疆队的阿布术沙拉木 虽然说上日回归之后 阿布术沙拉木在新疆队的表现还是可串可利 但是到了国际大赛之后 阿布术沙拉木 他的防守能力确实令很多球迷担心 现在不是说阿布术沙拉木能不能得分 关键是你在封信 位置上面能不能给中国篮团提供强硬的防守 对于杜丰指导而已 首先强调的重点任务就是球队的防守 如果说中国篮团没有强硬的防守 可能连任何球队都无法战胜 在这种情况下阿布术沙拉木在防守 但容易驱信一些漏人的情况 因此在后面国家队的比赛 阿布术沙拉木的曲径也是比较的危险 很有可能的无染国家队 那么另外就是广东队的类型球员 任俊飞有灵机和伤病的影响 任俊飞他现在的机动能力相比于 顶峰时期而言确实退步比较大 那么因此在下次国家队的比赛中 这个任俊飞很有可能会主动退区 那么除了这三位球员之外 那么另外在类型方面的韩德军 大家也在本次视频 这个视频赛上面也发现了 韩德军有灵机的原因 这个体能确实是跟不上 那么另外韩德军王哲宁等球员 作为传统中锋的代表 如杜丰指导 这个崇尚小球战续的 这个战续思想 理念可能有一些不相符合 那么因此在下次对战澳大利亚的时候 这两名类型球员 很有可能也会退去国家队 那么其实在类型方面 周期胡金秋绳子杰 他们的机动性就更强一些 更加适合于杜丰指导的小球战术 那么下次在澳大利亚打比赛 那么在澳大利亚临赛 还有一名中锋球员就是牛船心 很有可能也会获得机会做球迷 我们也希望中国南南通过这两场大胜 能够收获到更多的改变 在后面对这澳大利亚的比赛中 能够继续给球迷们带来惊喜 大家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